真的没有想到原来用张纸就可以快速的穿针引线 不管这个线有多粗针孔有多小 都可以快速的把它穿到这个针孔里面 这方法呢非常的好用 所以说大家以后再也不要这样直接来穿线了 因为这样直接穿线的时候 这个线头上面很多毛巾这样穿的话 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们就可以借助这张纸的力量 就可以快速的把它穿过去 我们来看一下 先把这张纸啊 先给它做一个对折 我们看从这个尖的位置做一个对折 折完以后 然后我们接下来 把这条线给它放到这个纸里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法到底有多好用啊 记住这个纸的力量 放上去以后 然后呢我们用个剪刀 可以把这个纸上面这个尖 给它剪的更加尖一点 我们看 剪的越尖 我们在穿的时候 针孔 再小的针孔也可以啊 立马把它穿过去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我们在穿的时候就非常容易了 是不是 你看一穿就过来了 因为这个纸非常的硬 是吧 假如说线以后 往上一穿就过来了 然后我们这样 一拉这个纸你看 这线立马就过来了 是不是 这方法呢 非常的好用啊 不管这个线有多粗 针孔有多小 都可以立马把它穿过来 把这个方法分享给你 感谢大家观看 对啊 对啊